我是这样经历的 我吃的湖水啊 可能比你们吃喝的滚水 喝的那个湖水还要多 然后 第一我要有一个问题 提出来就是说 谁告诉你你的祖先是鬼 你们相信你的祖先是鬼吗 相信的你记得 他相信了 然后 谁告诉你的 都是爸爸妈妈 不是爸爸妈妈告诉你 阿公阿妈告诉你吗 不知道的 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世界上是没有人 变成鬼的 没有人 死了之后会变鬼的 这件事情的圣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说的 然后只有堕落的天使 就是那些本来是天使了 他犯罪他跌倒了 然后变成魔鬼和邪灵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鬼 不是因为你的爸妈 是你的祖先变成鬼 而是堕落天使变成的鬼 那么 邪灵呢 就是撒旦魔鬼的小喉鲁 就是他的 他的手下 OK 那么 还有就是 人因为恐惧和害怕呢 也因为这样的 制造了很多的鬼出来 很多鬼故事啊 特别人 那些小朋友啊 半夜很喜欢讲鬼故事来下来的人 就是人制造出来的那种鬼 来 然后 圣经在路加福音 第16章19到31节 大概大概讲 因为我不会没有时间 给你们翻圣经了 路加福音 有讲到一个财主 还有一个叫做器盖叫拿撒 拉撒路 大家讲拉撒路 拉撒路 OK 拉撒路生前是一个器盖 他向人家乞讨 吃 有饭吃 但是 他来到那个财主的家 每次跟他乞讨的时候 他都很吝啬不给 然后 然后 圣经告诉他说 拉撒路死后了之后呢 他去到 亚伯拉罕他的祖先 祖 祖宗的地方的怀里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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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享乐 然后这个财主呢 就下到地狱里面 下到那个阴间里面 受苦我 然后等候审判 然后 他看到拉撒路在那边 享福的时候 他说 哎呀 可以叫拉撒路给我一点点水喝吗 so 然后那个贴使说 是不可以的 人 人有人戒 鬼有鬼戒 你要不然在天堂 你就在地狱 没有所谓鬼 可以在地上呢 乱乱游的 然后这个财主就跟那个天使说 你可以派一些人去 告诉我的弟兄姐妹啊 免得他们也跟我一样 受苦下到地狱里面 天使说 如果 在圣的时候 有圣经告诉他们 有神都帮你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不信 就算你派一个人 从阴间上去跟他讲 也是不信的 这故事大概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有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圣经记载 人死后不会变鬼 指着你旁边说 人死后不会变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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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后呢 身体会慢慢的腐烂 然后归于尘土 这是真的 人的灵魂只有两个地方去 不是在乐园 就是在地狱 你跟你旁边说 不是在乐园 不是在乐园 就是在地狱 就是在地狱 OK 说话说服务品 把我再讲了 OK 那